农村包围城市 周人开始打伤的主意 大约是在迁到旗下的时候 这是周人自己说的 他们说 后继之孙实为大王 居其之羊实实减伤 大王就是太王即公胆父 也有学者认为是文王之父王继 如果前说成立 那么他们刚从部落变成部落国家 就耗子腰里别了杆枪 起了打猫的心思 然而考古学的发现 和史学家的研究都证明 周的政治力量 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 其实跟商相距甚远 商在当时是地大物博的超级大国 周则不过占据了 精卫流域一片狭窄的古地 除发明了剑以外 武器装备也没什么过人之处 他们凭什么挑战殷商的权威 又靠什么最终获得成功 经营和谋划 第一步是笼络友邦 友邦包括诸枪和诸夏 代表分别是枪族的江 夏族的少 周是以夏族自居的 他们与少族都姓姬 与江族则是婚姻关系 气的母亲就是枪族女子江源 以后姬江世代通婚 但父之妻是太江 武王之妻是义江 西州天子更每隔一带 就有一位江姓的王后 姬州与江亲如一家 相反 枪族跟商则是死敌 补辞中经常提到 商人俘虏了枪人 就用来做献祭的牺牲品 这是不能不让江族恨之入骨的 所以周初三公 就是周公、少公和江的太公 太公旺是太师 周公旦是太父 少公氏是太保 他们也都是炎皇后代 因为炎帝姓江 皇帝姓姬 第二步是经营南国 这里面也有一系列的动作 包括周族和少族向南发展为 周南和少南 也包括在江汉平原建立据点 此外还有东南吴国 开国君主是文王的两个伯父 他们跑到吴 据说是为了让位给文王的父亲 激励 现在看来 说不定倒是太王胆腹派出去的 目的是要朝殷商的后路 周人的布局 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 羽翼丰满的周人 开始实施第三步 这就是大挖墙角 事实上 文王号称西伯 成为商西霸主后不久 就毫不客气地灭了商的若干附属国 比如密 甘肃陵台 离 山西上党 于 河南 碧阳 崇 陕西西安 灭崇以后 他们还把那地方变成了自己的前线指挥部 叫封义 这就几乎到了商的大门口 而且南北西三面 都是周的势力范围 或者同盟军 正所谓三分天下 有其二 当然 这三分之二的天下 主要是农村 作为农业民族 也作为后起之秀 周人只能在商王 鞭长莫及的农村做文章 物质财富 人力资源和精锐部队 仍然集中在城市 在商王的手里 农村包围城市 能成功吗 难讲 而且一旦失败 弄不好就是灭顶之灾 周人不能不忧患 也就在这时 他们完成了周易一书 古人说它是文王的作品 这当然既无法证实 也无法证伪 但说周易产生于殷州之际 左翼者 岂有忧患 是不错的 因为周易的核心思想 就是变 主要内容 则是六十四卦的演变 那么 你怎么知道老天爷 变不变卦 然而历史常常会有惊人之笔 事情的发展和变化 也比人想象得快 就在周人 从西北南三面包抄殷商时 东边的遗族也揭竿而起 东移动手比西周早 殷州王当然要先对付他们 蠢蠢欲动 却按兵不动的周 便被放在一边 结果 殷商虽然获胜 却实力大损 元气大伤 战败的疑人 也心存怨恨 因为按照惯例 他们被俘后 不是变成奴隶 做牛做马 便是变成祭坛上的人肉包子 周武王的机会 到了 武王信心满满 在多国部队的士师大会上 他把握十足地 对联军将士们说 团结就是力量 别看寿 殷州王 有一兆疑人 没有一个跟他同心同德 事实证明 正是如此 我们不知道武王爱不爱读书 更不知道出兵前 他有没有读过他父王的遗注 如果他读了义 也许会在钱挂下面 看见这样一句话 飞龙在天 利剑大人 意思是 龙高高地飞翔在天上 有利于大德之人 出来平治天下 是时候了 干吧 君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